好了比赛开始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体育直播TV为您现场直播的2021赛季 吉森在走路把这个球卸得不错 自己转了两圈 对方没有吃荒 再往后点给 投球 蹲比亚这个球 看看后边还有 有机会 赢上来就是一脚 对方冒点奥陆外部 把球拿下来之后 先是分道中路 文武斌 再往左边敲 杨鹤在这里 上场比赛杨鹤的发挥也是非常的积极 表现不错 但是他在边路特别靠边的位置 这次突破真漂亮 给到中间转身打门 被对方的后卫挡住 哎呀进去里边人太多 奥陆外部打门 这个球 所以到了右边两个人 可能今天都有点别扭 看这次中路的投球 奥陆外部 就心得 看看这个脚球 故意来主罚到中路 一脚打门 球进了 我们看采配示意 进攻队员 手球在先 敦比亚这个球抽的很猛 但是呢 停球这一下 采配认为他手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打到这里 好 吉森和敦比亚两个人啊 过意的任意球 打到后点 还原来叫远射 打偏了 上一场比赛上来之后 是有点助攻 帮助球队 打破僵局 看这一次 敦比亚回坐给队友 没有好的机会 再往右边转移 球停下来之后 直接往后点传 投球攻 这个球是大胆 就是争不到这个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在右路 郭义这个球啊 停的是非常显异 之前敦比亚 停球回坐给队友 那么再往这次 又是郭义的传球 看这个球 最后这一顶 是这五天 主要是恢复体能 没有办法 进行其他太多的训练 先看这一次 成功抗拿球 到了禁区里边 没有办法 再继续向前突 只能回敲 看货量的传中 到后点 投球攻门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 敦比亚在投球 顶这个球之前 是不得不说 王奇 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对方这个球顶出来 甭管 少想没想 首先作为门将 要把这个球扑出去 火亮 中路这是郭义 来脚远射 大的漂亮 郭义总算是有机会 起跳远射 中路拿球 突然一个内切 马上起跳打门 那么到了中路之后 确实对方留给他的空间 获得一些空间 看这次打前点 这是马俊亮 争到第一点的投球 再往进去中路 改 投球一侧 这个球敦比亚是 争到了点 直接起跳传中 到前点 投球一侧 后点 跟上的太慢了 真是应该给他 更多的时间 来看这个 右路的角球 还是郭义来反 门将 打了一下 进去 来就远射 球进了 86分钟 卢林 老将卢林 打入了加盟梅州客家的 第一例 正式比赛进球 场上的比分来到了 1比0 马小蕾 把球抢下来 还没有犯规 中路就一个点 倒三角传回来 到进群里 有机会打门 来自26号 坦布的盛门 被对方挡出来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在本赛季中架联赛 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